驱车两个多小时,白孟辰终于来到了坐落于命运水库旁的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 这座目前国内唯一全方位系统展示中国航空事业110多年发展历史的展馆,2023年4月16日才正式开放,白孟辰也是第一次参观。 作为一名资深军迷,管外展成的这几架飞机首先抓住了他的眼球。 强5呢,从这个强这个字是来自于强击机,当然它在研制之初考虑的是一架类似于多用途战斗机的这样一种设计,那么最后只不过是对它的定位,那么逐渐调整到以对地攻击为主。 它在咱们国家的飞机研制乃在全世界的这种对地攻击用战机的研制上面都是一个很经典的信号,那么它承担过我们说包括鱼雷的投掷啊,包括轻弹的这种投掷。 那么这些任务都证明它有强大的这种攻击能力。 强5是我国自助研制的第一代单座超音速强击机,被广大军迷昵为武爷,服役时间近50年,绝对是人民空军装备中的一代经典。 相比博物馆外停放的其他九款机型,强5虽然已经是一位过气的明星,但是他的研发故事至今仍为广大军迷所津津乐道。 对于这个强5来说呢,他有一位很优秀的这个总师啊,陆孝鹏先生。 陆孝鹏先生呢,还是接触了当时应该来说二战后期,那么二战之后最先进的航空工业技术。 而陆孝鹏先生自己呢,一直也强调这个我们的战机要有这个比较强大的这种作战能力,机动性要出色。 这个强5这款战机的研制难度其实并不低啊,那么所以呢,对陆孝鹏先生来讲呢,他曾经一度到什么程度? 14个人,就整个强5的研制团队就剩下14个人,那么从100多人团队砍到14个人,但是陆孝鹏先生就跟各方坚持说,就算14个人我要把强5搞出来。 这14个人是不同的工作,6个设计师,4位工人,2个工艺员,1个管理员,1个资料员,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对飞机设计跟这个试制过程中所有必不可少的职务,然后再把这个职务的人数缩到最低的一种结果。 那么对于强5来讲,在度过了这个14个人,就搞这架飞机的过程之后,那么我们说他最后呢,还是确实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型号。